嗨,大家这周过得好吗?我是布莱恩 欢迎你们回到每周分享科技新资讯的布莱恩抱你哉系列 iOS 17更新已经推出一阵子了 有在使用苹果的朋友们,你们有更新的吗? 今年iOS 17更新了一堆东西 本周布莱恩抱你哉将分成五个项目来分享 1.布莱恩推荐一定要先设定的功能 2.拍照方面的新体验 3.偶尔会用到的实用功能 4.用到现在最爽的部分 5.目前为止最让我困扰的部分 希望让也有更新iOS 17 或是正在观望要不要更新的朋友们 对这次的版本有增加什么方便的功能 有比较主观的了解 使用Android的朋友们也可以看看 这次苹果的更新有哪些功能是会让你们心动 无论是什么样的心得都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说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 如果觉得每周整理这些资讯对你们有所帮助 也可以点个订阅以及赞 这就是对我最棒的支持与鼓励 以下就要到500订阅的里程碑了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鼓励与支持 那我们就开始吧 先从更新后一定要设定的功能开始分享 强烈建议要设定荧幕距离这个功能 它可以在设定 荧幕使用时间里面 有个荧幕距离的选项找到 开起来除了会在你太靠近使用iPhone时给予警告 还会让你发现自己新的一面 因为即使在玩游戏的状况下 iPhone还是会很贴心的跟你说 你太靠近了 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还能够发出这么高抗激昂的尖叫声 嗯哼 就能看到触觉回馈触控这个项目 点进去之后就能够设定 你喜欢快的 你就把它改快 你喜欢慢的 你就把它改慢 如果你有时间 还可以让它快快慢慢 我个人是蛮推荐把它设定为快的选项 这样在操作许多选单时 它触发的速度真的比较快 也比较直觉 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接着是相机方面的设定 这些选项都可以在设定页面中的相机 这个选项里面进行设定 第一个推荐设定的部分是水平仪 勾选起来之后 就可以在相机的界面中看到提示用的基准线 这个在拍摄地平线或是水平构度的时候 都非常好用 接着同样在相机内的设定 如果跟我一样 是iPhone 14 Pro系列的用户 推荐把这个格式选项内的这个 预设专页格式 修改成Heif Max这个选项 同时记得把Pro Raw与解析度控制项目 这个选项开启 这两个选项 能够让去年iPhone 14 Pro系列的用户 感觉自己不那么的盘 他能够在一般拍摄时 就记录4800万像素的高画质照片 对比原本只有1200万像素的照片时 会发现放大的细节丰富许多 不过要注意 这个4800万像素的照片 拍摄的条件只有在使用主镜头 也就是这个EX的状态下才会拍摄 一旦切换到EX以外的项目 就还是只会拍摄1200万像素的照片 而我们刚刚另外勾选开启的那个选项 则是可以让我们在相机界面 看到这个拍摄像素切换的按钮 直接就可以在相机中调整 要不要启用这个模式 最后一个推荐设定的是联络人海报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帮朋友 设定属于他们自己的通话界面 那你一定也会喜欢这个功能 这个东西可以在通话APP中底下的联络人选项 先找到要设定的好友 接着点选联络人照片与海报 按下自定或是右下角的加号新增 你就能够帮他们设定客制化的通话界面 如果你喜欢 你还可以新增许多组界面 让你们在吵架的时候可以换个主题 和好的时候再换个主题 在这些推荐设定的部分结束后 就来聊聊拍照方面的体验 一直以来我都很推荐 大部分的朋友在拍摄个人照 或是美食这类需要聚焦主体的照片时 使用人像模式 今年iPhone15主打的那个 人像模式焦点控制的功能 其实也有新增到iOS17上 这个功能iPhone13以后的使用者都可以体验到 我自己目前只有偶尔会使用到这个功能 不过就是那个偶尔 搞不好就可以拯救到我拍了很喜欢 但是聚焦错误的照片 然后前面提到设定的水平仪 以及HEIF MAX格式 一个是每次拍摄都有用到的功能 它能够帮助我在拍实物照片时 或是类似简易拍个大头照的时候 能够让相机保持水平 降低拍摄失败的几率 另一个则是能够让我用 跟之前照片差不多的容量 但拍摄更高画素的照片 在拍风景照的时候 感觉会很好用 放大来看依然栖栖的感觉 很赞 接着聊到我觉得偶尔实用的功能 这次iOS17的更新中 我觉得最实用的就属导航音量 终于可以大深一点这个部分 我自己非常常用苹果地图导航 你知道苹果地图的导航 领先Google Map不知道几个平行宇宙吗 它光是在播报路口转弯的时候 就比Google Map清楚很多 我举个例子 如果前面两个红绿灯后要右转 Google Map会说什么 继续往东南走800公尺处向右转 之前在使用Android的时候 我一直有跟他们 我都是一个需要导航的人了 你怎么会指望我知道东南西北在哪里 你跟我讲东南西北 我还真不知道往哪走 是我继续这条 还是它我后转 而苹果地图会怎么播报 它会说 在下一个红绿灯路口右转 或是沿着继续走右侧线道 简单明了 我对导航的期待就是 清楚 简单 不要跟我说东南西北 这一点苹果就做得很棒 不过之前使用导航的时候都会觉得 一边听音乐 一边听导航的状态下 导航的语音声音都很小声 现在这个更新终于可以调整播报的音量了 我的建议是直接开到最大声 宁可没有听到一些歌词 也不要漏听转弯线道的提示 另外就是可以设定多组计时器这个功能 假如你在泡泡面 同时又在洗衣服 你就可以设定一个三分钟的计时器 再设定一个75分钟的倒数计时 我家洗衣机的时间就是75分钟 最后一个我觉得算是实用的功能 就是它现在能够自动帮你删掉 使用过的认证简讯 认证简讯这种东西 就是一旦你想说 不过就是偶尔一封 懒得删掉之后 它就会默默在简讯里面繁殖的怪物 最后我要来分享 那些个让我很爽的更新 你知道世人都有种怪癖 有喜欢捏气泡纸的那种 还有那种喜欢听对方发出 娇羞尖叫的怪癖 像我 这些都喜欢 新的更新 有两项可以满足我的怪癖 一个是AirDrop 另外一个是自定贴图 更新后的iPhone 可以通过碰撞他人的手机来传送AirDrop 在传送照片的时候 不用再点选说要传给谁 而且很容易点错 只要靠近一下对方的手机碰一下 就会出现这个疗愈的声音 接着照片就会传过去了 不夸张 第一天更新这个功能后 我就这样同一张图 传了二十几份给同一个朋友 就为了听这个声音 跟手机震动的反馈 另一个自定贴图 就是那种 可以拿朋友可爱的照片 来当做贴图回复 那个朋友的功能 如果那个朋友还在你身边 你就还能同时听到 对方惊艳的叫声 或是大好者说 要让你少一个朋友的叫声 嗯 请真主使用 哦 我还有想到一个 也让人有疗愈感的更新 就是他这次iOS17 以及新增的手机铃声 请一定要去听听看 在听的时候感受一下手机的震动 布莱恩强烈推荐 预设铃声 倒影 还有水银 这两个铃声 一定要亲自拿着iPhone 体验它的震动 以及铃声节奏的搭配 真的真的很舒压 哦对了 这一个更新还多了一个 可以制作自己声音的功能 虽然目前限定只能使用英文 但只要在安静的地方 照着设定指示上 念完150句英文单字 它就会自动生成 你的声音的模型 给大家听听看它的效果 Hello everyone I'm Brain I'm a lovely furry creature who will share wonderful stories and news every week with you 有没有很棒 虽然实用度待考证 但我觉得它很赞 同时也很诡异 嗯 诡异的很赞 以上这些好的部分说完了 该来说说这次的更新 最让我困扰的部分 最最最让我困扰的 就是它这次的更新 把预设的讯息铃声修改的 真的是太小声了 真的有够小声 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 这谁听得到啊 然后它原本的讯息声音是这个 我这个都是在同样的音量哦 苹果官方的说法 好像是希望降低讯息 干扰人们作息 或是干扰生活的部分 但你不能就直接 让我们听不到声音啊 苹果 好歹也让我们这些 不想漏接讯息的人 一个修改的方案吧 但它就没给 另一个就是它这次更新 也主打的功能 AirDrop不断线 简单来说就是 原本有距离限制的AirDrop 在这次更新后 它可以在离开 Wi-Fi传输的距离后 自动转换成云端的方式传送 但我自己使用下来 这个东西切换的机制不明 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 还是会有断线 或是无法继续传输的状况 不知道在之后的更新 会不会改善这个体验 以上就是我体验 iOS17到目前为止的心得 大家觉得这次更新之后 哪一个功能最吸引你呢 听完布莱恩的介绍后 又有哪些功能 会让你想尝试呢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说 我是布莱恩 这里是每周分享 科技新资讯的布莱恩爆你栽 我们下周再见啦 拜拜 那个朋友的功能 如果 搞爽 给我乖乖做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